你绝对想不到奔驰竟然是最早做驾驶辅助的吧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 奔驰就已经开启了对自动驾驶科技的探索 如今EQS系列 它是已经达到了L2加级的驾驶辅助能力 这次我们在济南体验了一下 要知道奔驰目前还是没有装备激光雷达的 但是奔驰的这套Drive Pilot驾驶领航系统却不能小看 来到高速上按一下它放盘左侧的Race按键 就进入到了领航驾驶模式 进入模式之后可以通过一旁的按键来控制车速和跟车距离 方便的是它的HUT胎显是能够显示车速跟车距离和限速标识的 说到限速标识它虽然能识别到 但是它并不会自行的控制车速 而是需要人工来按一下Race按键更改的 听奔驰的工程师说是这样做 是怕识别到错误的限速标识 从而避免车辆快速的加减速带来的危险性 其实整个行程驾驶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 它的车道保持一直都是很居中的 而且遇到有加塞或者如行车 它也会及时的减速跟着走 但是它并不会鼓动的变道超车 还是得让驾驶者来打转向灯 它才变道 如果侧后方有来车 它也会识别到 然后停止变道 还有就是它目前还是不会跟着导航走的 它只会一直往前走 所以说如果要出车道的话 尽量还是您提前退出领航辅助 让人工来接管 同时这次我们还在封闭的路段 体验了一下奔驰L3级别的价值辅助 它的L3级是通过方向盘上沿的按键来控制的 奔驰的工程师说是到达了L3的区域 方向盘上的按键会发白光 这个时候按一下就进入L3了 这个级别的价值辅助 它是已经不需要人工来开了 你甚至可以在行驶时候看看视频打打游戏 同时奔驰的工作人员还给我们演示了 多种国内常见的路况 比如说后方有警车来的时候 车内会有提示音 然后进行减速 让驾驶员来接管 还有遇到突然的加三 L3的测试车感应到之后 能够快速的击杀 最后还给我们演示了 关闭部分传感机之后 前方突然变道 而前方还有一个低矮的三脚架 这个时候车辆也是能够识别到 然后缓慢的减速 这可能也是车速不是很快 所以它刹车没有很急 不过它把传感机都关了 竟然还能识别到 确实有点让我们出乎意料 其实一开始说要体验奔驰的驾驶服务 相信很多人还是跟我一样 还是有一点不放心的 一个传统车系竟然也跟新势力来玩起 驾驶服务了 其实不是 奔驰要比很多新势力做智能驾驶 早得多得多 从1986年开始就已经进行探索 而现在奔驰成为了全球首家 获得国际L3级有条件 自动驾驶系统认证 且唯一被授权在高速公路 使用L3自动驾驶系统的汽车制造商 所以你还能不相信奔驰的价值辅助吗 你说什么 我们不相信奔驰的船 也不相信奔驰的坐 那个帮助 我们不相信奔驰的船 我们不相信奔驰的船 我们不相信奔驰的船